还要关心乌尔战争 针对克里米亚跨海大桥爆炸案 俄罗斯总统普钦最新定调是乌克兰特务所做的 普钦星期天紧急召开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 他声称调查委员会结果 爆炸案主导和犯案者都是乌克兰情报机关所为 目标是要摧毁俄罗斯重要的民用基础设施 他还强调是恐怖分子的行径 但是周一由俄罗斯主导在中亚国家吉尔吉斯举行的六国联合军演 却在登场前不到24小时紧急喊咖 吉尔吉斯国防部单方面取消也没有说明理由让普钦眼面尽失 而且上周五才是普钦祝70岁大寿 就有乌克兰官员po出大桥爆炸搭配生日快乐歌送给普钦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YT频道